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这一品叫做进行品 376页 是一个新的段落 我们上次有讲过 这个进行品它着重的是行 就是我们怎么样来把 我们所学到的观念 还有这些学法的知见 在前面这个问明品 问清楚了之后 接下来要怎么做 所以这是在实性位 实性位的这个行的这个部分 所以一开始就是由炙守菩萨 再继续延续前面问明品 是这个跟文书菩萨的互动 所以这边炙守菩萨 有提出一个问题 他说佛子菩萨云和德 无过失身与异业 就是我们平常在生活中 要怎么样能够没有过失 再来不害身与异业 不可毁身与异业 不可坏身与异业 这所有的问题都环绕在 身与异业 所以我们就可以知道 这一品主要要问 身应该怎么造 与应该怎么说 异应该怎么想 就是所谓的业呢 就是造作 就是怎么运作 怎么运用 我们自己的这个身口异 那在这个造作的过程中呢 又能够不要有过失 我们都希望能够尽善尽美 说话不要说错 那也不要伤害他人 那也不会呢 这个自己不太会说话呢 可能会因此吃了很多亏 所以不伤害他人 自己也不受伤 那这就不害 那自己不悔 或者是不可坏 他有很多个这个条目 那一步一步呢 再来谈 来修行的时候呢 平常生活不造恶业 这是最基础的 不会破坏我们自己的人格 乃至于我们的行 或者做任何事情 都希望能够顺利 无所障碍 那来修行了之后呢 得不退转身与异业 就是我们每一个人 都很想要怎样 成就嘛 要修行也是 希望能够有一天 能够圆满 但是在这个过程 发心的人很多 学乏的人很多 但是呢 中途 就会因为某一些因素 而不能够再继续 甚至于还会退失 那退转呢 我们常常说 哎呀我一定 这条路我就这样子走了 我一定要跟着佛 结果呢 一下子就说 我不修了 我不玩了 那我要退出了 不退转 这不太容易 那再来呢 不可动 所以我们有很多的阻碍 你还是能够呢 很坚持 那甚至于呢 哎 成就一个殊胜的生与异业 清净的生与异业 无染的生与异业 置为先导 就是你的所有的一举一动 一言一行 都有智慧在引导 而不是呢 盲目 冲动 所以他这样子 整个条列出来后呢 问了这么多的问题 那整个 文殊菩萨他 他是一个很有智慧的人 你一下子一连串的 问了这么多的问题 那所有的问题呢 他都环绕在一个核心的价值 就有时候我们会说 你问一下 这个我是怎么回答 从第一句 再回答到最后一句 可能全部都乱掉了 那还好他问的对象 是文殊菩萨 文殊菩萨很有智慧 他会把所有的复杂的问题呢 全部汇整成一个重点 所以他就说 菩萨善用其心的话呢 这所有的以上的问题 全部通通都可以得到解答 所以所有的问题的核心 就是我们能不能够懂得用心 懂得用心 你的思考就会清楚 那你的语言表达就不会有过失 你做任何事情都能够照顾得周全 那比较不容易产生问题 所以他说善用其心 则获一切 圣妙功德 于诸佛法 心无所爱 所以前面呢 在回答什么 这个殊胜的功德 就是会效果很好 就是我们说不要有过失 不要有问题 不要伤害他人 不要这个损己 然后也害人 所以不要有这些不好的状况 所以要获得一切圣妙功德 功德就是功能 这个功能有发挥 而且这个发挥是 得是善的意思 要能够有善的功能 好的功能 利益的功能 然后呢 在学法的时候 是不是他就问说 怎么样不退转啊 怎么样能够得到殊胜的身与义 得到清净的身与义 那如果你善用其心 在这些所有的修持的过程中 你就没有障碍 心无所爱 所以这是文书菩萨 他来做的一个 最简单的点出这一段 就是接下来 有110个修行的原则 110条 他列出了110个状况 情境 就是在我们生活中 会发生的 前半段呢 跟平常的日常生活 很有关系 后半段呢 就开始要进入修行 所以他的问题里面呢 有分成 前半段就是我们 一般在家的状况 还不懂得要 要真正的专心的 精进修法 那怎么办 那如果呢 我们有一天 真的一行向道 那也会遇到了 很多的问题 那后面呢 还会教我们一步一步 如何来实践 所以呢 这整个 他前面 其实我们刚才在念的时候 前面讲了很多的前言 那他在主要在讲 说如果你能够善用其心 那后面这些所有的功德 所有的效用 他都会随之而来 所以修行 其实他的 这个所谓的 很多人问说 爱修行是 是不是只是一个心灵的依靠 或者是呢 只是打发时间 或者是我们自己 在自己的生命中呢 就是其中的一个选项 那我们说 有的人他在分配自己的 这个现在的生活 24小时里面 吃喝拉撒碎扣掉 然后交际娱乐应酬扣掉 然后呢 再扣掉 做正经事扣掉 然后剩下的 琐碎的时间 那我们就看电视扣掉 然后就剩下呢 一个小时可以修行 所以我们一般呢 通常都会觉得 修行的时间 不太够 不太够 那像最近我们在 推动这个 大家一起来拜万佛 那就有人就说 师父我已经 本来的功课 已经做不完了 我不能够再增加 那为什么会有做不完 因为呢 你认为修行就是 念什么经 然后呢 要拜佛 要做多少的 这个所谓的 这个这种 这种佛法里面的功课 但是呢 这样子的修行方式 这种观念 还不够 所以在这个地方呢 文书菩萨说 我们其实应该要 善于运用 生活中的每一个时刻 让它都变成 像在诵经一样的 那个状态 诵经是为什么 拜佛是为什么 乃至于呢 我们在那边打坐 是为什么 就是希望能够锻炼 自己的心 让自己的心清静 然后依之而行的 身口意的业呢 能够做主 能够以智慧为导向 那这样子呢 我们就变成 不是只有闲暇时间 剩余时间 才能修行 随时随地 在在处处 所以任何一个时刻 都可以修行 所以这一品呢 其实最主要的 它讲进行品 就是我们的行啊 每天都在工作 每天都在做某些事情 每一个时刻 不管你有做或没做 某一些什么 特别的工作呢 你要用心 那平常没有特别 要工作的时候 难道不要用心吗 也是要用心 所以呢 他说所有的这种修行呢 其实不在于 你用什么形式 而在于 你有没有在任何的形式中 善用其心 善用其心 那你就做什么 就会像什么 所以就会 折获一切 圣妙功的 于诸佛法 心无所爱 所以这个就是一个 最重要的 真的是 这一品里面 希望我们能够达到 时时刻刻 都能够善用其心 那这样子 你的修行的时间呢 就无限的延长 就不会说 都没有时间做功课了 那只要你活着 就会在做功课 每一个呼吸 都在做功课 所以呢 他说 那这样子怎么做 他就最后 做了一个结语 所以云和用心 能获一切生妙功德 所以进行品 最主要 要回答这个问题 云和用心 能获一切生妙功德 那接下来 就要举例 就要举例 那当然这个举例呢 如果要举 是举不完 可能整个华严经呢 全部通通 都在这个 就是我们就在这一品里面 可以无限的扩展 所以三言两语 可以把它扩展成千言万语 就像我们说 我们要讲我们这一生 所经历的人事物 每一件人事物 都对我们的生命 产生影响 有启发 那你如果要讲呢 细说从头 讲不完 那要怎么办 所以就要讲重点 所以我们就把这个 所有的遇到的情况呢 就进行的分类 那这个文书菩萨呢 他就把它分成呢 有110个状况 110个状况 110种处境 110个这种生活中 你会遇到的情境呢 然后呢 这里面呢 又可以分成十大类 十大类 那所有的每一类 每一个情况呢 他都教我们 面对这种情况的时候呢 你有两个选择 一个就是你顺着你的习性 顺着你的平常的惯性 来过日子 是不是我们每个人都很会过日子啊 从早到晚忙得不停 吃饭 穿衣 刷牙 洗脸 然后工作 面对很多各式各样的人 有不同的互动 那面对我们的家人 面对我们的朋友 面对我们的公司的同事 每个人都已经会过日子的 为什么还要来讲 那这个 这就是呢 这是第一种 顺性 率性而为 我们每一个人遇到的因缘都不同 好 所以你可以随着你的惯性走 但是我们来修行 就重新再检查一下 我们面对这些人事物的心态里面 如果都没有问题 应该不会有烦恼 可是事实上我们还是 多多少少会有一些烦恼 要嘛就是期待落空 要嘛就是被逼迫 你不要每次都逼我 做那些不愿意做的事情 我又没有逼你 你就是在逼我 有没有 我们常常就会 感觉呢 有一种压迫感 那或者是呢 不顺意 我明明就觉得这些都是好事 我也好心 可是不一定会被接纳 也不一定能够如其所愿 所以如果没有过失的话 应该不会有障碍 那到底问题出在哪里 所以呢 文殊菩萨就提供了第二种选择 就是你面对同样的情境的时候呢 你可以怎么想 你可以怎么用心 你可以怎么去看待这件事 那所以这里110个情境里面呢 每一个情境都有一个愿 愿就是一个目标 我希望能够达到像佛的那个境界 无过失 都是清净的 都是殊胜的 那这是我们的目标 那表示我们现在呢 还没有做到的时候 是还不够的 就是做得不够好 还有一点缺失 有一点缺憾 好 所以呢 这110个愿里面呢 又分成十大类 十大类 我们简单念过去 前面第11个愿 明在家十愿 就是我们在家 你会有11种情境 11个对象 所以我们现在都是在家 在家居士 好 那后面15个呢 就是出家 开始学法 那我们说 出家呢 是不是只有剃光头才叫出家 不是 不是 所谓的出家 就是你的心要出离 这个你原来的生活舒适区 你希望呢 能够出离烦恼 出离夜 出离这个三界 所以呢 这叫出家 出家行道 出家受戒 也要发愿 再来呢 有七个愿是坐禅 坐禅 打坐 每天也会有打坐 奇怪 我也每天都打坐 为什么 这个 坐半天好像只有 只有感觉很好 然后 到底为什么 佛陀打坐他就成佛 那我们怎么打坐 好像 也就差不多 没什么进展 这样 最多就是 心 比较没有烦恼了 好像 就是这样 也有一些瓶颈 那这里面呢 有一些详细的 维系的差异 我们不知道 所以呢 我们来看 就是文书菩萨 怎么样提供我们 说 在坐禅的时候 你应该要怎么去 用你的心 再来第六 有六个愿 就是第四个 有六个愿 就是什么 将行披挂十愿 这什么意思 就是外出 你要外出呢 每个人都要准备 把自己打理的 好好的再出来 那出家师傅 也有要出门 的时候呢 也要准备好 这些行头 全部通通都要 挂好 这样 所以呢 将行披挂 好 再来第五 有七个愿 就是 你看 梳洗 刷牙洗脸 洗澡的时候 也要发愿 所以这个时候 太好了 我们每天都会 刷牙洗脸 那一定要 能够了解一下 到底 我们一般 刷牙洗脸 跟这个 文书菩萨 刷牙洗脸 有什么不一样 好 再来呢 第六类 有五十五个愿 是起时行道 这个跟出家师傅 比较接近 因为过去的出家人的生活 每天都要去起时 然后要修行 那我们在家呢 有没有起时 有啊 每天都是 为衣食而奔走 所以呢 也算是 一种为生活 努力的一个过程 所以呢 有五十五个愿 这五十五个愿里面呢 又分成三大类 好 第七呢 有二十二个愿 是道城 道城里面 你看 所以 我们会看到 五十五加二十二 有七十七个愿 其实几乎都 环绕在吃饭 这件事情 所以吃饭 红地大 所以 这个我们 就是知道说 这生活中呢 我们以为啊 就是在那边打坐 诵经 才开始修 其实最大的成分 常常都是 在生活的细节中 我们要懂得 善用其心 那你就很好修行 好 第八类呢 就有五个愿 就是回来 回来 还归喜玉时 就是 你回到了宿舍 回到了住处 回到了经社 那你应该要怎么样去修行 那第九 有十个愿 就是习送玄礼 所以呢 这时候就是礼佛拜佛 来自于诵经 修功课的时候 你应该怎么发愿 最后第十呢 叫做睡觉 好 悟昧安息 睡觉的时候也要发愿 因为睡觉占了很大的时间 所以我们希望呢 自己能够 随时随地都保持正念 保持善用其心的一个状态 所以有十大类 那 110个愿 都在发 怎样 在我们的生活中 能够善用其心 所以这个是 整个大纲 就是我们这一品的大纲 好 那第一个愿呢 叫做菩萨在家 所以第一大类 是不是 有十一个 十一个愿 是跟在家有关 你在家的时候 我们现在都在家 那我们在家 什么叫在家 在家人 就是我们在 平常自己的生活中呢 很熟悉 就是我们跟家人相处 有我们的朋友 好 那在家的时候 要当愿众生 当愿众生什么 当愿众生他讲 知家性空免其逼迫 那你看哦 通常我们发的愿 就是面 就是面对我们目前的处境 而希望突破 希望超越嘛 所以表示呢 从这个目标里面 可以看出 我们大部分的人的困境 是不是 那大部分的人的困境 你在家 最 一般人家说 就是 我有一个幸福美满的家庭 我的家庭 真 很可爱 有没有 就是 真尖 美满 油 安康 所以第一个 你要有整洁 在家里面 可是呢 这个 我们有一个居士说 师傅 你哪里都可以去 你千万不要来我家 我家像猪窝一样 狗窝 那一般 我们认为 家里面应该要 很整洁嘛 可是我们家里面 又要整洁 就不舒服 要舒服 就不太整洁 所以呢 这个到底是 怎样才叫做 家的概念 第一个 我们至少对于家 有一个基本的想象 可是在生活中 你会发现 你的这个想象 跟实际上的情况 是有一点差距的 就是 就是大部分的想象 跟你实际上面对的状况 是有点差距 那这个差距呢 就会造成 我们的不自在 所以我们每次呢 都在嫌 我家乱成那个样子 我要回去整理 那你为什么要觉得 要乱成那个样子 一定要整理 整理完是谁在用 也是我们自己在用 对不对 所以我们为了那个舒适 为了那个感觉 那想要维护 一个家的状态 会不会不知不觉 就要逼迫别人 因为为什么像狗窝猪窝 都温到那一户 啊我们儿子 要不然就是谁 所以你就每天 谁谁黏 有没有 谁谁黏 说哦 你的袜子都乱丢 啊怎么有卫生习惯 那么差的 好然后呢 大家就开始怎样 被逼迫 所以就开始 因为生活习惯不一样 我就来互相逼迫了啊 我就逼着你要干净 然后不喜欢干净的人呢 就逼着你说 你不要那么的麻烦 我们这样最舒服 是不是 我回家就是要放松 所以就互相逼迫 好第二个呢 我们对于角色有期待 父亲母亲 对孩子是不是有期待 所以孩子你看 我那么优秀 你怎么可以 可是我从小考试 都没有这么差 你为什么会 及格就好 是不是 所以优秀的父母 发现自己的孩子 不如自己优秀 那不优秀的父母呢 孩子很优秀的时候 他就不知道 要怎么去教育他 所以就开始互相 怎样 我期待的 跟你要做的 可能就开始产生 互相的逼迫 所以这就是 家家有本难念的经 是不是 那家家有本难念的经呢 我们来看一下 别人的经 感觉会 好像呢 这个自己没那么严重 所以呢 看别人 还是蛮好的 所以我们来看一下 这个李安 等一下还会看两个 就是都是一些 比较有名的人 李安的经历 大家知道 他曾经很骆驼 很长的时间 非常骆驼 然后呢 后来一系成名 那他接受访问的时候 因为他是拍这个 最近拍那个少年拍 所以呢 他接受访问 这里面就谈到了 那个里面呢 有一只老虎 那个老虎 其实是辟育 象征他的父亲 就是象征这个父权 所以他就顺便呢 就谈到了他的父亲 对他的一个影响 彼此之间的关系 而且之前也曾经说 你自己偷偷加了一些片段 是与父亲的告别 只是让我想到了 因为 因为教他存活 是父亲嘛 给他 最大的教训 对这个老虎来讲 就是让他知道 自然的东西 你要敬畏 你不可以 只把他当宠物这样 这个教训是父亲告诉他 所以 所以老虎跟他父亲的 这个教训是连接在一起 就是一个男孩的成长 从少年变成成人的过程 有一种幻觉的丧失 纯真的丧失 也有他开始成熟的一面 就这种成长 有痛苦 有生存的力量在里面 这些东西跟父亲 是有很大的关系 我不晓得母女 她们逗起来是怎么样 很复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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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如果你能够拍一部影片 我估计我看完之后 也会哭得稀哩哗啦的 其实更复杂 父亲他 其实跟那个父亲有点像 他有一种张力在那里 父子 其实老虎到底是很自然 会让我联想到父亲 倒不是很刻意的 不过我真的是会想到 父亲跟我的关系 我也快要 我也在面对我跟我儿子的关系 是啊 他们也长大了 对 他们有跟你 因为男孩长大的过程 跟父亲都有 你要独立成人 都有一种张力 那个张力常常是 很潜在的 很暴力的这种形式 在表达 跟那个母女吵架 是很不一样的 所以你儿子跟你也是这样吗 没有 可是我 那我跟我父亲也不是 父亲教训我 从来没有回过这 我很乖的 也没有反叛气 可是就是有那个 心理的张力 那种东西 好像一定要 一定要把它处理掉 你才可以成人 成长的一部分 你现在处理完了吗 父亲都走了 对 我知道 可是人不在 可是我会怀念他 这种张力的来源 是因为我们彼此相爱 对 说不清楚是什么东西 可是就是有一种张力 那雄心里面有这个 那你跟你儿子 会有这方面的问题吗 我觉得也有 就是你讲不讲而已 那我一定有嘛 我爸爸是我的校长 那我大学没有考上 所以有那种张力 对不对 那我又做电影 在以前是很没有出席的 所以我要表现 就是父亲这种东西在我 是有很大的张力 跟吸气性 所以我拍戏很会 容易想到他 那我儿子两个都要搞艺术 那我是大导演 所以我想大概也跑不掉吧 你会觉得说 为什么你们要来做 这么苦的事情 你没有看到我多辛苦吗 你有这样跟他们讲过 类似这样的话吗 有啊 你有跟他们讲过 当然有 但他们说 就是他要做的话 都是劝不行的嘛 我爸爸也叫我不要做 只是心疼嘛 心疼 所以你很快就认命了 就说好吧 那你们就做 你们想做的事 像是打橄榄球 一样打很好看 我打拳机 会心疼嘛 所以这是李安 就是他的父亲 他们是比较温和型的 所以虽然温和呢 可是还是怎样 还是彼此之间有这种 讲跟不讲 彼此之间还是有一种 互相的感受 那这个感受是压力的来源 那谢霆锋 这个是他在香港 还算蛮有名的 那他去接受 这个香港大学的一个访问 主要是以企业家的身份 去跟学生做分享 那最后呢 这个大学的校长 他就提出了一个问题 谈谈他平常 比较没有去触碰的 父亲的事情 给这个校长问 他要问一个跟管理无关 大家其实都还蛮期待的 对 他是否也要问一个问题 你能问一个问题 你能问一个问题 我没关系这个 但是你能问他 如果是这样 他觉得有意思 I wasn't going to ask about that I was going to ask There must be a lot of family pressure You know maybe implicit To live up to the family thing You know maybe founding a new company Finding your own place Making your own name I just wonder how You know your view of this How you lived through this There must be a lot of expectation Then a lot of our students also feel Before you say you have to find your own passion But a lot of our students also feel The pressure of our family There are a lot of family expectations So You with the particular family That you have with the fame And so on You must feel that ten times More than our typical students I want to hear your view on this That's a good question I I used to hate that shadow I used to hate that shadow I used to hate that shadow That overpowers that 就是這個家庭的影響 Because I am the son of whom and whom But I have learned Maybe because I started working At the age of 15 or 16 And now You know Have Did my parents do anything wrong? I have learned to accept And actually be proud of who they are I used to really hate that shadow Jayman said Thank you for tha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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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As you grow And You go through crisis And all that crap You learn When you get hit And life will hit you as hard as he He wants to No one will stand by you As close as your family And It's through these little problems And crisis Where I have Found a way To release that That shadow That's being who of the son And embrace it And love it And say Yes I am And say what We're both You know We're both doing okay As a human being And In this business In the entertainment business I am proud Now to hold His You know My father Or my mother's hand And say We've done our part In this business So Really I know Because I have kids also And Sometimes I think about it When I think about it And I I ask myself Wow You know I am Under a lot of pressure I was under the Eyes of 6 million people In the population of Hong Kong Watching me grow up As the son of Patrick C Now that I think about it What's really unfair Are my kids Because Now that they are Under the You know The lens of 1.3 billion people In China And My kids are Under more pressure Than I am But what I hope They will Learn from this Is If they can just Simply grow As A human being And Not let my shadow Overpower them Too much Now that's Being a man Now that's Being to Being able to Live life As you should Why let anything Stand in your way There's someone who loves you And that is unconditional love And that is unconditional love They expect nothing You can turn And I bet Do anything Because Just simply because You're sitting here today They want the best for you This is HKUST man So So He is He提到很多次Shadow 那個 影子 影子 那 其實我們說 這個家庭呢 對它的影響 就是 好像這個影子一樣 那 影子下 好乘涼 但是呢 影子也是 一個什麼 覆蓋的概念 所以呢 所以呢 你要把它當成是一種壓力 那他就是真的 就是他曾經就非常的抗拒 而且很厭惡 因為人家不是認識他 而是認識他 他的兒子 他的爸爸 他是他爸爸的兒子 就像有個居士說 師父 我先生喔 現在比我還有名 以前呢 他去道場 他先生就說 就是人家說他先生就是 那個某某某的先生 現在呢 換他去道場的時候 人家都認識他先生說 喔你是某某人 某某某的太太這樣 所以我不是誰的誰 我是我自己 但是我們通常呢 這個家庭裡面的關係就會 你是誰的誰 那這個關係彼此之間呢 有時候是好的影響 有時候是一種不好的影響 當你不願意接受這樣的關係的時候 他就變成逼迫你 所以他用了好幾次說 他曾經是不願意 是被逼迫的 事實上這也沒有任何的逼迫 人家只是一個眼光嘛 看法嘛 這都看不到 這叫無形 那無形呢 會變成一種壓力 那主要的原因就是 你的觀念裡面 就是有要或不要 有分別 好 所以這是謝霆峰 謝霆峰在講他的家庭 那最後一個 這個是吳念珍的兒子 吳定謙 定謙你要不要跟我們談談 雖然爸爸一直都說 其實他並沒有帶領你 他也沒有主導你要去學什麼東西 可是我相信他的所有的東西 都一直不斷的在影響著你 你可不可以跟我們談談 在你的這個成長過程當中 你有沒有努力的想要像爸爸 或者是你有沒有努力的覺得 想要跟他是不一樣的 其實 就像他剛剛講 他說其實每個人都是生命的個體 我覺得這裡跟他教養方式有關 因為他真的 他真的是沒有說 叫我該做什麼 不該做什麼 不要真的是桌間飯客 應該他都無所謂 他真的是蠻放任我去使 那我覺得說 為什麼自己有選這條路 也可能跟 譬如說他小時候常常會帶一些 錄影帶 硬碟回來看 我覺得可能 從很久以前現在就看很多電影 一路看上去 我覺得那好像就是一些 興趣的培養 累積累積下來 真的不是說他要帶我去做事 是的 而是就是說 因為他的工作他的興趣 反而引發我 對這方面也很有很有興趣這樣 那你說 會不會想變成他這樣子的人 我想他是很多人 要努力變成的目標 是的 是嗎 是的 可能不包括我在內 對我知道 沒有 可是 就像我覺得說 尤其可能在 藝術或是戲劇這方面 只有他的兒子 會不把他當一回事 所有的作品或是 所有的作品 每個人都是很獨立的 每個人做出來的東西都不一樣 每個人去閱讀一樣作品的 就是視角都不一樣 那這種東西 你永遠沒有辦法去完完全全 Copy另外一個人的東西 那我倒覺得是 這幾年一直看他 這幾年自己做的這些事情 然後看他現在走到這樣 走到這番田地 這麼老了還在這麼累 對 不是 就是他現在有這些 作品成就好了這樣子 我倒覺得說 好 你會慢慢因為自己的經歷 知道說 好 很多事情不是那麼容易 必須要更努力 所以 吳念珍對他的孩子 那個 是主動給的壓力 我覺得很累的時候 也覺得 他都撐過來了 那我應該也是可以 甚至我覺得最安心的就是說 我覺得我有時候遇到一些 不如意的事情 就覺得說 他一定會懂 因為他曾經走過 我覺得那個島是 給我一個比較 支持的力量 而不是說 我真的要朝這個目標去邁進 或是怎麼樣 我覺得那個太沉重 或是 壓力太大了 我覺得反正自己做 自己開心 努力去做好像比較重要一點 我是覺得以前我們教 念書 老師都跟我們講說 你還把誰當榜樣 我覺得這個部分 滿難的 就像 我有講說 他們在做他們的戲的時候 我就覺得 我叫很多朋友說 我們不能干涉他 用我們的態度去干涉他 因為每個世代 每個世代的風景 我們年輕的時候 聽日本音樂 爸爸快扁你了 老師也就聽了 亂七八糟什麼東西 對 後來我們自己聽他們 有些那個 一樣 每個世代 戲劇也都一樣 你榜樣是沒辦法學的 成就 沒有單一的路線 也沒辦法模仿 你現在再努力也沒有人 會變成張榮花 會變成另外一個王冠慶 所以我覺得應該是 讓他自己去摸索 這個過程 那我們就在旁邊 可以幫忙的狀況之下 盡量去幫忙 這是長輩的責任 其他就讓他們自己 真的是自己去的 可不可以跟我們談談 你們自己怎麼樣子去看待 這個生命的意義 還有我的方向到底是什麼 這焦慮呢 還是你覺得是一種樂趣呢 這個可不可以兩個 不同世代的道理 不 我覺得是這樣 我覺得 都會覺得生命的過程 都會希望留下一點點印記 不然活著好像是白活的 對我來講 我覺得是這樣 從16歲開始一直在工作 一直在工作 然後每次事情都很認真 或是想試探新的東西 有一次人問我說 你這樣到底在忙什麼 你不能停下來嗎 那我覺得那是我自己的毛病 我講一個畫面給他們聽 我說我到現在為止找到 如果找到了的話 我就OK OK 安心的停下來 享受我的人生 我說有一天他的孩子 長大了 比如四五歲 我把他抱在懷裡的時候 我跟他講 阿公喔 以前曾經做過 啪 什麼 我到現在為止找不出來 我總不能跟他講說 我跟你說 阿公以前拍過廣告 紅豆粉粿 這個我講不出來吧 所以我會想說 有沒有做一件事情 可以跟他講 阿公以前曾經怎樣 這件事情如果我做到了 我到會覺得此刻是滿足的 那如果沒有的話就 我會跟我孫子講說 阿公以前跟很多人都合作過 一起工作過 然後他們都覺得我是個好人 我覺得也不壞啊 所以我喜歡跟一堆人工作 舞台劇也是其中一種 可以一起工作的 阿公 定謙呢 這麼年輕 他好沉重喔 我每次聽他講這個 我就覺得 喔 那天啊 那你不要生啊 那我要講什麼 對 對我來說 他真的壓力很大啦 我覺得對我來說 可能也是年輕 或是有時候比較 白目一點 也不是啦 因為你生病才剛開始 對 你近黃昏這樣 我覺得對我來說就是 好像真的要 不斷不斷去嘗試 而且剛好現在這個年紀 我覺得我已經有點卡在一個 剛好要度過什麼 但又還沒度過那個 就是快要滿30歲的 就我已經不是大學畢業生 我也不是學生了 但我又還不是個什麼 就一直我覺得 反而這陣子一直自己 會思考這件事情 那我說好 那我必須 我覺得我要更多去努力 嘗試各種的東西 我還在試 還在努力 那戲劇這種東西 對我來說很過癮的是 我知道我的人生只會有一次 就是從出生到死亡 就是這樣子 但是戲劇它給了我 很多看到 從別的視窗來看人生的感覺 所以呢 這是三個嘛 第一個是李安 李安她跟她的父親之間的關係 就是沒有說出來的張力 沒有說出來的彼此之間的張力 那這來自於期待 因為她父親是校長 那她自己的學業成績也不太好 那父子之間的關係呢 會延續到 就是她現在呢 身為自己別人的父親 她也會有這樣子的一個心情在裡面 謝廷峰也是 然後呢 這個定谦 這個吳念生的兒子 他們這個每一代當中呢 他都曾經經歷過某一些所謂的衝突 或者是不認同 或者是呢 這個期待的過程中 或者是模仿 就是典範 那這個其實是很人之常情 因為當你愛對方的時候 很多時候是 我希望給你最好的 那不自覺的就用自己的模式 回去套用在他人的身上 我希望你好 所以我希望呢 能夠幫助你 那像吳念生就說 欸這個 這個 在排這個戲的時候 因為他很有經驗 很有經驗的人很容易 怎樣 會想要去干涉 不成熟 會想要去引導 這個覺得 你這樣子不好 你這個狀態是不行的 可是他為什麼可以控制 制止自己去做這個干涉 因為他知道呢 每一個時代 每一個人 他都是有他面臨的功課 有他的角度 有他的視野 所以這個就是在這一段裡面講到的 你要能夠不被逼迫 或者是不逼迫他人 最主要的是 不要有那個自以為是的那個執著 那你要去掉那個自以為是的執著 自我中心意識 那就必須要了解 一切世間都是空性 所以呢 說當我們在看待我們的家 並不是理所當然 好看待我們的家人 並不一定要用這種自己認為的好的方式 好的關係的維持 或者是好的期待去要求他人 如果能夠把它當成是一個個體 我們就會比較超然的去看待 好就像我們在觀察世間法 看別人家的事情都很超然嘛 好所以你就會知道他們的問題是什麼 可是當我回到自己的家 我很容易把它當成這是我的 好甚至於呢 這是實在的 甚至於我自己理念中的家 應該是什麼 而形成一個什麼 就是形成一個有的世界 是不是 我有家人 我有家裡面的彼此之間的關係 我們彼此之間的個性 如果我們有一些基本的假設設定認知 而沒有用空性的思考 空性不是沒有嗎 空性的思考就是它是能夠很彈性的 很自由的 很多元的 什麼狀態都可以的 因為它叫做無相 沒有固定的相 但是它無不相 就是它的潛力很大 好所以這個叫架性空 如果你能夠用這樣子的觀念去觀察 你在家裡面的每一個人 你會發現呢 欸 這個彼此之間的那種所謂的緊張 衝突或者是張力 那或者是呢 彼此之間的一些隔閡 它就會減少 所以這邊呢 一開始就教我們 你要能夠呢 很多人說 我受不了 這前幾天有一個居士 他說 師父 我要來修行 我說很好啊 要來修行 那你 你什麼原因 他說 我受不了我家 所以他要跑出來 他要離開 離開他家 我說 那他們有怎麼樣 他說 他們沒有怎麼樣 可是我快要悶死了這樣 所以 沒有人要悶你喔 也沒有人要對你怎麼樣 你在這個家裡面 也相處 生存了這麼久 可是為什麼到這個時候 你卻覺得 再也無法忍受 所以 家人也沒有改變 他也是一直是這個狀態 但是你的心裡面的意識形態 如果有所不滿 我們應該要回到自己的糾結 而不是在這個 家裡面的狀態上 去做很多的 這改變 或者是去抗爭 那我們到底哪一個地方 產生的障礙 那通常呢 都是什麼 我們自己的自我認知 有一些偏差 有一些設定 所以從善用其心的角度來看 面對我們的家 面對這個家的一個狀態 大家組織結構 每一個人的生活的狀態 是難得住在同一個屋檐下 或者難得此生 能夠聚會在一起 可是我們生命 應該是要互相尊重 各別各自 在面對自己的人生的功課 那這樣子呢 才不會在家人之間的關係中 要嘛就是太依賴 要嘛就是太緊繃 要嘛到最後呢 甚至於形同末路 反目成仇 那這個常常在社會上 會看到很多的問題 家家有本難念的經 其實大部分的時間 就是沒有正確的觀念 去處理這個家人 好所以呢 這是知家信空免其逼迫 好 所以這是我們第一段 我們先休息一下 我們等一下來看後面的部分 那這個是 這是剛才在一開始的時候 講的這一段 那剛剛有人說 這個算起來總共有141元 那141 所以不是110 是141 總共是141 那個惠彭妮超錯了 這個是10 10元 10元 所以 它算 它算143 所以 不會哈 這樣 奇怪怎麼不太一樣 合不起來 對不起來 就是第10個 10個 所以是141沒有錯 141 141 那如果我們把它背起來更好 不難啊 你看 喔 今天就背一段啊 你看 這最簡單 這是 第二句都不用背 對不對 第二句都叫做當怨眾生 所以呢 欸你看 在家 我們在家要怎樣 我們免其逼迫啊 就要怎樣 知家信空 所以就很 很簡單就背起來了 有沒有哈 好 第二個呢 是說孝 是父母 喔 孝是父母孝順很重要嘛 當怨眾生怎樣 要怎麼樣能夠真正的孝順父母 就是要把父母當佛一樣 是不是 我們是不是對佛是不是都必恭必敬 然後呢 覺得佛說的是很有道理 但是呢 我們常常發生很多衝突 就是覺得這父母啊 好像也沒有那麼的 喔 就是也 很多說 然後呢 也沒有那麼有智慧 每一次要求的呢 都是什麼 欸 都是超過我們能夠給的 喔 但是呢 如果這同樣的要求是佛 你就會把他當成是修行 你說佛陀要給我 不合理的要求 那佛陀一定是給我們一些特殊的考驗 喔 可是因為他是父母 所以你就會覺得 欸 這個好像沒有那麼的 那個想要接受 還會有很多自己的主觀意識 而且還會說 世代不一樣啊 是不是喔 所以 所以呢其實我們常常會有什麼 分別的心態 所以他這邊講 要侍奉父母 這個孔子講喔 不敬何以別乎 是不是 好 那有一個恭敬心 我們就找一個 我們最恭敬的對象 好 就是佛我們會覺得是最恭敬 那當我面對這個 我最恭敬的對象 我是無所求的 不會要求 可是我們沒有那麼的恭敬的時候呢 對於父母我們會有一些要求 是不是 所以欸 這個天下父母心啊 可是我們 還是要盡自己的力量 去盡其其可能的 不要去問父母親給我什麼 這以前有一個居士 他讀這個 佛說父母恩中難報經 然後他讀完了之後呢 這裡面佛陀說 你要怎麼報答父母恩 如果 假使有一個人 左肩但父 右肩但母 繞虛迷山 繞了幾千萬渣 這樣子的辛苦 還不足以報父母之恩 是這樣喔 就是佛陀在形容那個父母恩喔 結果呢 他就拿這本書來說 這說什麼 講這個太誇張了吧 他說這個佛陀會不會太誇張這樣 他說他覺得父母沒有那麼偉大這樣 所以呢 你看佛陀他其實喔 在他的這個身份當中 以他這麼尊貴 他這麼有成就 那他可以怎樣 覺得他父母也沒什麼 是不是 可是他卻身先飾足 他先做示範 然後呢 對於路邊的一堆枯骨 就頂禮 是不是 佛陀是給人家頂禮的啊 怎麼他跑去給人家頂禮 是不是 那阿難就問 欸佛陀你為什麼要頂禮這個枯骨 而且他是誰 他說這是我過去式的父母 他雖然已經往生了 我還是要頂禮他 感恩他 那要怎麼樣去回報 這是 這個是其中的重點嘛 當你要恭敬他 你總是希望讓他得到利益 那我們一般呢都說 有啊 我都有給父母啊 給他吃豪的 穿豪的 過得很好 那當然 孝氏父母呢 有這份心意 已經很難能可貴 但是 真正最究竟的 其實就是什麼 能夠讓父母親 离苦得樂 究竟解脫 好 所以佛陀之於我們 他是我們的法生父母 所以我們就會覺得 欸佛陀給我們解脫法 好 給我們很多的教導 我們會很恭敬他 但是父母親 他可能不一定有那樣子的智慧 給我們解脫的方法 甚至於會給我們很多的期待跟壓力 但是我們就把這個對象呢 把它當成什麼 一切眾生皆是我的法生父母 如佛一般 這樣子來對待 那不只是父母 我們對於我們的平輩 對我們的晚輩 推而廣之 能夠這樣子的心境去修 那這個就是我們叫做佛的境界 可是我們還沒有達到佛的境界之前 我們至少先把我們的長輩 當成佛一樣來看待 所以這個時候善事與佛 就像說我們對佛的 這樣子的一個心 這種心意 然後在依著這樣子的心意 你在推而廣之 叫做養護一切 所以不只是此生的父母 還有過去累生累劫 你認識的不認識的 你根本不知道過去生的父母在哪裡 所以佛陀講 一切男子是我父 你碰到一切的男子 你就把他當成是我的父親 那我的父親就是我的佛 一切女人是我母 所以碰到一切的眾生 一切的女子 她都是我的媽媽 那我的母親呢 就是什麼 就是佛 所以當我們用這樣子的心境呢 去面對一切眾生 那你就不會有這些障礙 心裡面的煩惱就會減少 所以善事與佛 養護一切 那說起來很容易喔 可是啊 因為她每天每天 就在 你說有時候我們 就是有的居士啊 她說 哎呀這個媽媽 年紀大了 家裡面有五個兄弟 大家這五個兄弟呢 就怎樣 就是說最公平的就是 一人輪流養一個月 是不是 然後就讓媽媽呢 在那邊每天都在搬家 是不是 那或者是呢 女兒想養 媽媽說我要跟兒子住 啊可是媳婦不想養 這時候就有很多問題 那這個拿來演戲 就很好看對不對 可是呢 出現在我們的家庭 就不高興 就不愉快 心裡面有一點遺憾 那這裡面呢 難免都會有一些 所謂的悲劇的發生 那事實上呢 如果這家裡面的每一個人 都能夠把自己的父母親 當成是佛一樣 大家就不需要 有這些什麼分配啦 那你要出多少 這些問題 這些問題 碰到佛 我們都會覺得 出再多 都不夠 是不是這樣 所以其實就是一個 心意的問題 那你的心念上呢 如果能夠有這樣的轉換 你就不會結婚 是不是 哎佛 都沒有人要養 沒關係 我來養 你看我最有福報 我可以 一直每天都有機會 共佛 那這種心境呢 如果你不轉 你就會陷入 人我是非 是不是 那你不但自己 在家庭裡面 有這個問題 可能你身邊 也會常常呢 要面對這些 這個家裡面的 這種 這種難解的問題 都是變成一種糾紛 然後糾紛到最後呢 哎 這個彼此啊 本來是家人 最後呢 就產生了很多問題 然後對他人來講 也是一個什麼 就不外乎就是 他人看笑話 是不是 但是這個其實 如果從修行的角度來講 他其實就是我們這一生 要最要面臨的功課 因為他是甩不掉的 有些人際關係上呢 你沒有辦法處理好 最多就是老爺不幹嘛 此處不留野 自有留野處 這個人我不一定要跟他在一起 可是這個親倦的關係 無法割捨 你走到天涯海角 你這一生的紀錄 就是跟這些人綁在一起 那你沒有把它做一個 很好的提升 或者是做一個 真正的徹底的解決 那永遠都是你心裡面的一個解 就是一個煩惱 所以要用這樣子的心啊 就是用面對 每天每天面對 每天每天都在修行 所以每天都要怎樣 當怨眾生 不是說母親節才來當怨眾生 爸爸節才來當怨眾生 因為他每天都在嘛 即使他往生的他還在啊 當我的意念一到 父母 你就要當怨眾生 是 那就像說我們要念佛 念法 念生 時時刻刻都要念 那念到父母 就要當怨眾生 效事於佛 所以就是 要把他當成佛一樣 那這個時候你就會 很怎樣 很感恩 很感恩 以前有一個人要去 這個五台山 要去朝理這個文術菩薩 結果他要去朝理啊 他好不容易呢 跑到這個五台 然後呢 就非常虔誠的 一步一步拜上去 那拜拜拜拜拜拜拜 拜到了五台山 裡面的一個寺院 那他就很虔誠 就看到呢 就有一個師父 僧人呢 就突然出現在他的眼前 那僧人說 哎呀 這位居士這麼虔誠啊 那你是有什麼求這樣 他說我什麼都不求 我求的呢 只是希望呢 能夠在這一生 能夠見到這個文術菩薩 文術菩薩 結果呢 哎 這個人就講了一句話 這個 台山曼坡坡 是不是 游子曼坡坡 台山離土坡 游子曼坡坡 就是我們來 禮佛的人呢 就是從很遠的地方 這樣子一直不斷的坡折坡折 好不容易來到這個地方 來五台山 結果來五台山 離土坡 什麼意思 五台山就是一個很大很大的土坡 是不是 一個山嘛 山就是泥土堆的嘛 然後你要朝山 你到底要朝什麼 你要朝的是 就是一堆土 是不是 形成的山坡嘛 好那 你這樣子離呢 只是在向上的離 那到底你要去哪裡找這個文術菩薩 所以文術指這是 何處密彌 他說文術菩薩呢 在哪裡 就是在當下你的這一念心 這個虔誠的心就是文術啊 那你要去哪裡去找一個 你跑到這個土坡這邊 要來找文術菩薩 是不是 好所以呢 講了這句話之後呢 他說你不用找 你家裡面的那一個就是啊 你回家喔 文術菩薩已經跑到你家了 他說在哪裡在哪裡 他說你現在趕快回去 好那個呢 你發現呢 好那個半夜呢 還來給你倒穿鞋子 然後呢 欸那個 穿錯鞋子 然後倒穿衣服的 那一個就是 好只有穿 鞋子反穿 然後倒穿衣服的 那一個就是 他說真的嗎 文術菩薩 跑到我家了 趕快呢 好跑回家 半夜呢就敲門 跑出來一個人 好他一看到他 就知道 啊那個師父講的 文術菩薩就是他 那是他媽媽 他媽媽為什麼倒穿衣服 跟反穿鞋 因為一聽到 哎呀我的孩子啊 好半夜回來了 怎樣 都急得怎樣 趕快呢 要去把孩子的門打開啊 所以呢 一時之間就沒有想到 這衣裝 有鞋子就給他穿了 就反穿了嘛 然後呢 那個衣服就倒批 倒批就是 很著急 表示呢是愛子心切 那這個心 就是文術菩薩 好 這智慧之心 所以 第六主談經講啊 恩則效仰父母啊 義則上下相連 就是你的心呢 到了什麼 到了清淨的時候 自然而然 就會懂得感恩 自然而然就會 上下 互相怎樣 互相同情 相連嘛 互相呢 怎樣 支持 互相呢 同甘共苦 就互相包容 但是我們一般呢 通常就沒有這種心境 以為呢 要去外面 求一個佛 一般都很容易 迷失在這個朝理的過程 忘記 朝理的目標 是要啟發我們的心 好 所以真正呢 我們要怎樣 不要去理那個土坡 要理自信的林山 所以在這裡呢 就是不管 每一個人 天下無不適的父母 不管每一個人的父母親 都是 是什麼樣子 那我生在這個家庭 我們其實是 可以有不同的關係 好 那佛陀的父母 也沒有多優秀啊 雖然說叫做國王 的確還蠻優秀的 可是呢 在佛陀修行的過程中 障道最大的 就是他的父親 所以他的父親呢 不願意他出家嘛 所以從小呢 算命的說 他會出家 走到要死 就幫他呢 蓋了四棟房子 春夏秋冬的行工 然後所有的美好的東西 都安排在佛陀面前 希望他迷失 所有不美好的東西 都藏起來 希望他不要看到 不要去思考 所以就要麻醉他 讓他呢 可以每天就是 過著快樂幸福的生活 無憂無慮 不要想太多 是不是 所以這是 這是佛陀的爸爸 對這個佛陀 可是呢 就阻擋不了佛陀的思考 佛陀一看到這個 生老病死 就在想 怎麼解決 就是要來成佛的 所以呢 欸我這個父親呢 其實不願意他出家的 那給他那麼大的障礙 最後佛陀也沒有說 哼我出家我就跟你 一刀兩斷 你這樣一直障礙我 沒有 他還是想辦法 要去度化 所以其實這個過程中呢 我們就知道 我們常常怎樣 恩將仇報 是不是 但是事實上呢 佛法我們不要把恩當成仇 也不要有冤與親之別 因為一切眾生 不管他跟你的關係是什麼 他都是什麼 都是未來佛 那如果是這樣呢 我們的心境上 就不會這麼的糾結在 某一些不順遂的關係 或者是比較怎樣 比較緊繃 或者是比較呢不同 或是相對立的這一些 不同的 這種冤親的關係上 所以要養護一切 好 那我們就知道 你看 這個 要善用其心呢 第一個就是要面臨什麼 這前面兩個願 都是面臨我們現實的 人際關係之間的 最親密的 難以割捨的這個關係 好 那這其實是 就是我們每一個人 立身處事第一個 基本的根本 就是原生家庭 好 那我們這原生家庭的 的關係呢 會影響我們這修行的 所謂的態度跟認知 好 好 那再來進一步呢 妻跟子 是不是 後來我們就會開始 建立了一些新的姻緣 是不是 出生你沒有辦法選擇 但是呢 有七有子 欸你就可以選擇 好 那這第三個就是 七子集會 好 這不是七子 好 是七跟子 好 七跟子有緣 就來了 有的人 有很多七子緣 好 那有的人呢 就沒有 好 那每個人的姻緣都不同 但是呢 欸他說 當願終生要怎樣 好 來了 有兩種關係 一種叫做報仇的 有沒有 好 是 讓你操心一輩子的 然後呢 欸你看 我們有 有時候說 這孩子乖 齁 他有時候也是 太省了 因為他很乖 他很聰明 他很會讀書 你就慘了 你要花很多錢 是不是 那他不乖呢 不聰明 然後不會讀書 你也會很擔心 以後被欺負怎麼辦 所以呢 欸這叫冤嘛 心裡面 親即是冤 冤即是親 因為彼此之間 有感情的牽絆 所以我們要怎樣 要能夠很坦然的去看到 這個七 他不是附属品 以前的人的觀念是 你嫁給我 你就要冠夫姓嘛 然後他就属於財產 所以我們在華顏經裡面呢 後面講到布施的時候 布施的時候呢 連妻子都要布施 因為妻子是屬於財產的一部分 你不能貪著 可是我們通常都會 欸現在比較沒有這樣 就是彼此之間就是 就是平等的關係 可是呢 傳統的觀念裡面 還是認為 他是屬於財產的一部分 是附属品 那孩子更容易 你這孩子是我的 所以你要聽我的 你要接受我的安排 那他就說 欸我們雖然是 有這樣子的聚會 有緣才會聚會 那你應該不要有這樣子的觀念 要勇離貪著 好你要能夠有 怎麼樣去離開那個貪著 你必須要有平等 好否則呢 那就會產生這樣的問題 你看喔 我們 你看以前 這個是一個笑話 生產 這件事情 本來以為輕鬆好生 對不對 結果怎樣 痛不欲生 有沒有 好 然後呢 育兒 本來以為自己很行 結果呢 結果累到不行 好 所以 我們本來有期待嘛 還沒生的時候 都想 哇 多幸福啊 好像有一個孩子呢 可以玩 結果累到不行 好 那上學 本來以為孩子會哭 後來呢 是他媽在哭 自己捨不得 好 那假日 以前約會的時候 交往前是 哇 浪漫景點 然後 欸 交往後就是 現在幾點 所以 期待不一樣 交往前呢 這個 外出用餐 就手機 關機 交往後呢 猛滑手機 好 喔 這是 你就知道齁 你們是什麼官 彼此之間關係改變了 好 交往前半夜開車都怎樣 陪你聊天 好 交往後呢 睡到陽天 管你的 你就自己好好開 好 那欸 當媽前呢 時尚美妝 當媽後 素顏裸妝 沒有空 裝扮得美美的 好 當媽前生活是 氣質貴妇 然後當媽後呢 成為貴妇 每天都跪著 是 當媽前呢 愛妻料理 當媽後呢 怎樣 快煮咖哩 快就好 所以呢 哇 怎麼差那麼多 原來是因為 心境不同的 前期後期 我們的差異 就在 不平等 然後就是 就是 如果是家人 就隨便啦 如果不是家人 就客客氣氣 那我們如果 面對外人 我們就會 就有一種偽裝 面對自己家裡面的人呢 原形毕露 所以呢 你這 才不管你是誰的 所以我們常常 就會發現 在家裡面呢 為什麼有很多時候 慢慢相處久了呢 有一些問題就 就完全沒有辦法解決 因為呢 我們回到自己的家 就是最放鬆 然後自己最執著的那個部分 就露出來 我們也不怕 是不是 那也不覺得有什麼 反正你就是我的家人 你就要無條件的接受 所以在佛面前 你會修飾啊 在師父面前 會修飾啊 在外面的面前 你不會一般見識 但是回到家呢 開什麼玩笑 我幹嘛一般見識 你不要跟我一般見識才對 所以呢 我們就會一開始呢 就會 講話就大小聲了 沒有那個斯文的那個樣子 沒有那個呢 和氣的樣子 因為不用再假了 那結果呢 發現 你看差距很大 對不對 本來是氣質的 所以後來就變波富 好 那主要的原因就是 不平等嘛 就角度啊 是不是 六個 六胞胎 我們的期待也不同 對老大的期待 跟對小的期待 好像不太一樣 對男孩子的期待 跟對女孩子的期待 不一樣 所以孩子呢 會感受到 不公平 有沒有 然後呢 欸 這個對於 這個家裡面的 每一個成員 我們大部分的時候呢 欸 當然我們說 每一個孩子 都是心裡一塊肉 那這是六胞胎 但是你會傾向於 比較偏好 你可能會選擇 選擇誰 你比較愛誰 比較愛那個 跟你比較像的 跟你比較親的 是不是 或者是比較愛什麼 愛那個 你比較潮心的 比較弱的那個 那其他 其他很強的呢 你敢不親婚 會啊 心裡面會不舒服啊 為什麼 一樣我都是孩子 為什麼 什麼 這都不公平 那世間很難 有真正的平等 除非你的心裡面 真正了解 什麼叫做平等 否則 分財產也分不平 是不是 五棟房子 我分給五個小孩 也會計較啊 為什麼我就是邊間 為什麼我就中間那一間 是不是 所以我們就會 很難去做這種 就是 叫做真實的 形象上的平等 形式上的平等 不太可能 這個社會就是 由各種不同的階層 而產生的 那我們要知道 什麼叫做 冤親平等 好不是因此 我就 把家人當外人 不是 好 那也不是把外人 當家人 不是這樣子 就是我們知道 彼此之間有分際 但是我們的心念上 要尊重 一切眾生 皆有他的獨立 獨自的一個發展 還有他自己的角度 他自己的特質 好所以他可以 依據他自己的樣子 而不是我們 希望他的樣子 那這樣子的心念上的尊重 才有辦法彼此之間呢 好 遠離那種所謂的貪著 你有貪就會有期待 你會希望呢 能夠完成 你這個希望能圓滿你的那個貪念嘛 你希望能夠 這個藉由彼此之間的關係 重屬關係 來滿足自己是 叫做我是一家之主 叫七職集會 我是一家之主 我是可以掌控一切 所以每個人都是自己家裡面的國王公主 每個人都是王子 那都會希望別人都是順著我們 順我者常逆我者王 但是事實上呢 這是煩惱的根源 所以呢 這是心理學家呢 說給我們很多的圖像 這個圖呢 如果從黑色的角度看 就是一個人在吹薩克斯風 如果從白色的角度來看 就是一個臉 是不是 那我們知道呢 如果從黑色的角度來看 它就是兩個人臉 那如果從白色的角度來看 它就是一個什麼 一個瓶子 或者是一個竹台 我們都知道看圖 都會有不同的角度 可是我們在面對人的關係 我們就會忽略 其實我們常常也是 從自己的角度去看 而沒有想到別人也有他的角度 那所謂的平等呢 就是你可以尊重每一個人 他獨自的特質 而不會強迫別人一定要跟我一樣 那當別人一定要跟我一樣的時候 你就會產生跟我一樣的 你就變親 跟我不同的你就變冤 是不是跟我做對嘛 就會有冤跟親的這種差別 所以我們常常說 就是這個冤親 就是我們說冤親在主 聽起來好像是都對我們不好的 其實主要的冤親在主 來自於我們自己的心當中 有各種不同的角色扮演 在這個角色扮演當中 譬如說我的個性是方形的 然後呢 遇到跟自己形狀不一樣的 你可能就會覺得 這不是我同一類人 是不是好 可是從為事的角度來講 我們每一個人都是依據 自己的角度來看待這個社會 看待這個世界 是不是我們在看這個世界的時候 是依據自己心裡面的圖像去描繪它 好 那我們所看到的不見得是真實 只是你認為如此而已 那別人看到的角度跟世界呢 還有他的興趣 他的個性表現 或者是他的形式風格 都這麼的不同 我們怎麼能夠期待所有的人 都要跟我們一樣 好 所以你說元氣跟方氣呢 就是表示人跟人之間是不同的 但是各自是獨立的個體 但是我們卻不知道這樣子的規則 卻很容易因為好 尤其是妻跟子家庭關係 你就會開始想要怎樣 想要叫他跟我一樣 所以我們會叫不孝子嘛 那個孝這古字呢其實是像 是不是就是那個 就是俏立的俏右邊的那個 是不是那個孝 那個孝是像的意思 那你為什麼覺得你不孝 因為你不像我 你不能夠順著我 不能夠依循著我的觀念 依循著我的樣子 好 那這樣子的期待之後呢 你自然就會有 冤跟輕的問題 好 冤輕就不平等 所以呢 當我們看到元跟方 好 那你如果能夠可以看到 元的跟方的都有他的好 好 彼此之間都各有他的特色 而不是你比較好跟比較不好的問題 這時候呢就可以產生平等的看法 好 平等的觀念就會彼此尊重 那這樣子就可以怎樣 遠離貪著 好 那我們來講一個這個 心理學的為事的一種習性 我們說從小到大 我們成長的環境都不同 那這一段呢就在講說 欸這個成長的環境呢 我們怎麼學習 我們學習的第一個 接觸的環境就看你是在什麼家庭長大 人類的語言進而衍生成文字 文化傳承才有了根據 說得好 但是 人類並不是天生就會說話 得有人教 誰教 爸爸媽媽 或是任何把小孩帶大的人教 你的意思是 好比說你吧 你現在說的是中文 那是因為我爸爸媽媽都說中文 如果不信 當年你是個棄婴 真是不信 被美國人收養 那 Morning madame Should we buy soy sauce 你現在就得說英文了 這哪有不信 這很榮幸啊 如果你當年被法國人收養 那 Madame Voulez-vous acheter de la sauce de soja 你現在就得說法文了 那也很好啊 如果你當年被菲律賓人收養 那 不要買醬油 等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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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可能會變成呆呆 你現在就變非用了 嘿 如果你當年被泰國人收養 那 Sawadie crap 這是泰文啊 呆呆要不要買醬油 等一下 怎麼又變成呆呆 你現在就是太老了 不一定吧 你就不能說一點好的嗎 好的 如果你當年被西藏人收養 那 那你現在就是少卿仁波切了 什麼叫少卿仁波切 他送少卿嘛 然後西藏人呢 就是什麼 就是那個喇嘛 仁波切 所以他現在就變成少卿仁波切 他是當然是很不能接受 但是 的確是有道理啊 我們為什麼會變成這個特質 為什麼會長這個樣子 會有這種思考模式 那個宏南教授呢 有研究 就是研究這個 每個這個教養大腦的結構 那 他發現了一個現象 就是 這個外國的孩子 法國的孩子 跟這個英國的孩子 乃至於各國的小孩 他因為生存的這個語言環境不同 連笑聲都不太一樣 所以 所以這嬰兒呢 他剛剛開始在牙牙學語的時候 他是接觸這個聲音的刺激嘛 那接觸聲音的刺激呢 他接受到的這個訊息呢 就會透過什麼耳朵聽 然後去刺激這個大腦 那刺激大腦之後呢 就變成他語言表達 甚至於他思考的模式 但是這個過程中呢 不同的語言系統所產生的一種背景知識 是不太一樣的 那 那我們可能只是 我們身處在這個環境 可能自然而然就這樣思考 那我們在思考這個世界的時候 我們是以台灣為中心嘛 是不是 那法國人在思考世界的時候 他是以法國為中心嘛 所以每個人都是以自己的角度為中心 那當我去看他人的時候 你就會產生差異性 所以我們會說我們港國的 有沒有從小 小孩子在玩的時候 也會有我們同一國的 我們每一個都同一國 那慢慢慢慢就形成 人同性的就同一國 要不然同年齡的就同一國 要不然同一個工作的就同一國 我們就會產生很多的同 但是同中還有很多的不同 是不是有差異 所以呢 叫做同的叫親嘛 我們常說哎呀同鄉 同好 我們就變得感覺比較親 比較親切 那不同的呢 我們是不同黨的 不同鄉的 不同的什麼 隊伍的 不同國的 我們就開始產生了什麼 對立 所以這個叫冤跟親 就不平等 冤跟親不平等呢 親我們會產生貪著 那貪著的這個 所產生的結果呢 可能就變成不能尊重差異 只要不同的 你就會很自然 就會產生一種排斥 所以呢 這邊這個在講 這個心理學的一個發展 譬如說 有人問啊 公雞為什麼要過馬路 然後呢 有一個人回答 未知人 焉知雞 大家覺得他是誰 好 是不是 是孔子嗎 一個人講話就有那個味道 就是那個樣子 好 那如果有人說 雞可雞非常雞 過可過非常過呢 好 是看到什麼都要反對一下 思考一下 那這是誰 這是老子嘛 對不對 我們看一個人講話 就有一個 一個態度 或者是他有一個習慣 好 那如果呢 都是在問問題的 到底是我夢見雞過馬路 還是雞夢見我過馬路呢 好 會有很多問號的 這是莊子 所以我們說 每一個人 他在面對一件事情 他在思考 都有他的習性 都有他的慣性 有些人 昨天剛好有一個媽媽 帶著小孩 他說呢 他現在那個兩個小孩 一個是三歲 一個剛出生 那個三歲的啊 現在就是 你跟他說什麼 他都說不要 好 不要 這樣 所以三歲開始 會有一個慣性 那什麼都不要 他其實不太知道 什麼叫做不要 但是他好不容易 終於好像有一點發言權 他就開始試圖說不要 用這個不要來表示 我也是 你也是要聽我的 這樣 所以呢 我們有一些 習慣性的思考方式 那有的人就是 什麼都是為什麼 遇到什麼都為什麼 有的人就是很自然的 就是一個慣性的反應 譬如說 有一個人就會說 聽到攻擊 就說我該起舞了 這個人是誰 這個主替有沒有 聞雞起舞 是不是 你就會發現 我們可以看得出來 有一個習慣 我從小就在馬路邊看 雞過馬路 這是誰 有一個從小就在河邊看 魚在游泳的那一個 像從鎮對不對 然後還有一個呢 管他會不會過馬路 會生蛋的雞就是好雞 這是誰 鄧小平 再來呢 我先來擲筊 決定攻擊哪一天 要過馬路 這是誰 動不動就要擲筊 這是眼睛飄 再來呢 還有一個最有名的 本來五一雞 何處過馬路 這個是誰 這六足對不對 你看 因為我們可以看到有一些 這個語言的表達很有特色 那有的人講話就一定要這樣 有的人一定要那樣 所以這是什麼 這個其實就各說各話 可是 當大家各說各話 各有立場的時候呢 其實忘記 事實上 我們應該要問誰的意見 應該要問公雞對不對 是不是 結果呢 公雞回答說 我是看到對面草叢 有一隻蟲這樣 是不是 他可能只是很簡單 他是看到蟲 他要去吃那隻蟲 可是呢 我們卻為了這個攻擊 要過馬路這件事情 爭了好幾千年 有沒有 各說各話 自己都覺得自己的是對的 那到底誰的是對 其實每個人都是對 因為我們有自己的立場 有自己的特色 可是我們卻因為 你跟我的不一樣 我們就產生很多的爭論 所以呢 要怎樣 要達到冤親平等 這是我們的目標 好 所以我們面對妻子的時候 要提醒自己 我要平等喔 好 要不然那個什麼 長輩的樣子就出來了 那個做主 一家之主的那個樣子出來 我們常說這叫大男人主義 其實也不見得 我們沒有平等的時候 也會有大女人主義啊 也會有什麼 這個上次有一個人說 每次那個哈佛大學有一個教授 他說現在都在什麼 女性主義研究社 我們也要來研究一個 成立一個男性主義研究社 是不是 所以我們為什麼一定要去強調 某一些權 表示我們感受到不平等 可是我們要面對這個不平等的時候 可能是用另外一種不平等 來壓迫這個不平等 所以到最後呢 大家只是彼此消長 勢力的對抗 而並不是真正的平等 所以真正的平等要怎樣 要真正的打從心裡 去看到人的主權性 人的主導性 人的獨立自主的這個本質 所以佛陀在三千年前 面對印度的那個時代背景 所以印度時代背景就是 叫做種性制度 來控制這整個社會的秩序 那種性制度呢 它就是基本上 人生來就是不平等 你依據你的種族 依據你的種性 依據你的階級過生活 所以那每一個人都已經 很理所當然啊 我出生為平民 我就過平民的生活 我出生為貴族 我就是貴族 我出生為奴隸 我就當奴隸 該做的 該盡的本分 可是這個其實 並不是真實的道理 這是某一種現象 所以佛陀就提出什麼 是不是眾生平等 人間能成佛 所以他的徒弟裡面呢 每一個階級的都來 來出家 會不會有問題 問題很嚴重 為什麼 排隊誰排前面 貴族排前面 我怎麼可以排在 這奴隸怎麼可以排我前面 可是呢 人家他先出家 是不是 那他先出家 他是你的師兄 那不管他是什麼身份 你都要尊重他 是不是 佛陀講 這修行的機會 每個人都平等 你要比 你不要比現在 你就比誰先成佛嘛 是不是 那誰先成佛 你就要禮拜誰啦 所以你把他當成佛 你就不會說 這個佛 以前是幫我理頭髮的 幫我洗腳的 你憑什麼成佛 那表示 那是你自己不平等的心境在作祟 而並不是真正的看到一個人 他的本質 所以佛陀講 這個生團裡面的秩序 第一個就是平等 第二個 平等之間有差別 差別在哪裡 差別 我們要講不平等 排順序啊 第一個 成佛的先排第一排 接下來菩薩 是不是 然後呢 再來就是羅漢 四果 第一排 三果第二排 二果第三排 出果第四排 然後一般呢 那你就看先出家的排前面 是不是 你都還沒裹的 你只好照出家的年資嘛 所以也有他的順序啊 那我們就 從這個角度來講 你真的覺得 人生不平等 我因為我的出生 而導致有很多不平等的待遇 你不甘願的時候好 那從修行上去 去修嘛 是不是 道業一成就 欸你的心呢 就知道 應該要怎麼去擺 怎麼去面對這個不平等 是 所以呢 不管你是什麼階級的 只要生死沒有了 都要輪回啊 你現在是人不見得 下一站就是好的 是不是 你現在是 是墮落的時候 他不會說 欸你是貴族的 所以呢 就少下一個油鍋 怎樣 還是給他下去 炸下去啊 是不是 你是貴族 你還炸那麼多業 你炸的更厲害 是不是 葬事欺人 所以如果是要 要講不平等的話 太多事情可以討論 可是唯一呢 能夠解決這個不平等 就是 你從根本上 能夠有 平等的概念 叫做冤親平等 勇離貪著 但是這是非常 非常挑戰性的一個 就是挑戰我們 根本性的觀念 所以要發怨 有怨 才會真正的突破 嘛 所以我們這 佛法裡面講 一切的修行 幫助我們 把自己心裡面 叫做善用其心 把心裡面的力量 拿出來使用 所以有些人說 那既然這樣修行呢 就是在日常生活修啊 那有修行跟沒有修行 是不是就差不多 有修行的人跟沒有修行的人 是差不多 看起來是差不多 可是心境上差很多 有修行的人 少很多時間 等一下贏啊 沒有修行的人 每天都是這些問題 在煩惱自己 是不是 所以遇到的這些煩惱呢 那只有用什麼 用佛法來提高我們的心 否則我們一輩子呢 就是為這些人情世故 所謂的社會的不安 這些秩序的亂 乃至於呢 現在 什麼 事態炎良 每次呢 我們要求別人尊重我們的時候 他就說 這是什麼時代啊 對吧 所以呢 那你就自己氣死好了 我們一直要活在自己 所認知的那個社會裡面 永遠都沒有辦法走出來 所以這個就是 佛作教我們要跳出來 叫當願眾生 所以修一切的方便功德 修 譬如說我們誦經 拜佛 或者是打坐 來自於行菩薩道 修善 都是為了要讓我們 能夠在這個 透過這個加行的過程中 讓自己的心達到這個願跟情的平等 所以剛才那個會長說 他就要去怎樣做寒冬送暖 是不是 寒冬送暖這件事情呢 就是一個讓我們能夠冤親平等 因為我今天來幫助你 並不是因為你是被什麼 是在這個社會的底層 所以我就是比你偉大 然後呢 我就要來幫助你 不是這樣的心態 是這個過程中呢 我們人跟人之間是平等的 我們應該要受到彼此之間的一個尊重 所以我不失的人跟接受不失的人呢 彼此之間叫做失者受者 聚或五常 要三輪體空 就是彼此之間是要尊重的 這時候呢 你就能夠怎樣 能夠達到真正的無助而身心的圓滿境界 三輪體空是叫做波羅蜜 就是圓滿 圓滿的境界 失者受者 當我們達到彼此之間 都能夠達到彼此尊重 彼此感恩 然後呢 各取所需的這樣子的境界的時候呢 就聚或五常 就會有五種殊勝的功德 第一個叫做色 色相 相貌 莊嚴 身體健康 力 氣力充滿 不會虛弱 是不是 所以呢 我們在布施 有時候是 依據對方的需求 然後來量身定做 那希望目的 希望他離苦得樂 所以身體不好的 我們希望他身體健康 好 氣力衰弱的 不能夠自力更生的 我們希望他能夠有自力更生的能力 好 然後命呢 他的生命 可以更怎樣 更圓滿 更為充實 然後安心中沒有恐懼 遠離憂鬧 好 然後呢 或無愛便 能夠怎樣 能夠有什麼 能夠適當的語言上的表達 好 能夠正確 好 所以我們通常就是 需要的 所謂的幸福的指標 就是這五個 色力命安 跟無愛便嘛 好 那這個就是菩薩講的 好 文書菩薩講的 身與意液 西皆殊聖 西皆清淨 具足無量功德 是不是好 那怎麼做 就要善用其心 所以每一件事情 我們其實都可以 好 剛好借這個淨 來啟發我們的心 好 所以要當願眾生 好 所以我們今天呢 講三個嘛 一個就是菩薩在家 要知 家性空 你看背起來了啊 一點都不困難 對不對 好 免其逼迫 你不要再逼我了 好 第二個呢 孝侍父母 當願眾生 善事於佛 護養一切 好 然後第三個 妻子集會 當願眾生 冤親平等 永離貪著 所以要背起來 還不難 是不是 一點都不難 對不對 我們至少已經開始了 好 那如果呢 各位 覺得這個不難 我想要加入那個 我們有三個團 就是line上面有三個團 一個是那個 送金團 大家知道嗎 送金團 我們加入了之後 你送金呢 就可以跟著大家一起來共修 第二個是那個 禮佛團 拜佛的 拜萬佛 那你每天拜 拜二十拜也沒關係 拜一百拜也沒關係 都沒有關係 每個人有自己的進度 有時間就拜沒有時間 也沒有關係 下次再跟大家講拜佛的功德 第三個就是這個背金團 這個背金團最難 這個背金團呢 是最難但是最殊勝 因為我們這一團叫做阿難 大家都想要當阿難 就是把佛陀的 其實也沒有背所有的經 但是你如果發願要背所有的經 那你這一身一定不得了 那我們先從佛一教三清背 然後呢 再來背 你也可以發心背這個啊 這個以後出家有用 這個就是我們每個人 叫做匹尼日用 我們出家人 每個人都要把這一瓶背起來 因為每天都會用得到 善用其心嘛 刷牙的時候怎麼樣 然後走路的時候怎麼想 那前面呢 各位我們在家的時候就可以修了嘛 前面11個就是給大家 在家裡面怎麼去 能夠跟這個家人可以相處得好 又能夠修行 把家變成道場 所以呢 加入這個背金團呢 非常好 但是你沒有背啊 也不會有人去問說 阿你怎麼加入都沒有背 這樣子毛坑不拉屎 不會啦 但是呢 你如果沒有加入 要退出 我們就會發現這個人為最潛逃 我就會來問說到底為什麼 所以加入其實還蠻不錯的 那我們現在那個背金團的還有名額 很歡迎大家一起加入 大家如果有興趣 你就可以看看 有的師兄 他的工作真的是天時地利人和 我們其中呢背金第一名的 他是在那個阿公店水庫工作 所以他每天呢 他們的一年到頭最忙的時間 就只有台風那幾天 所以其他時間你看三明水秀 就一邊看著美麗的風景 一邊背了好多金 他現在什麼金都背了 現在已經背到白髮明門論了 所以他就說沒有早一點認識師傅 要不然他這二十幾年的這個工作 不知道背到哪裡去了 他就是兩年前才加入 去年才加入那個背金 所以他就覺得這個很好用 那因為心很清淨 背了金 金是這樣 你越背他會越容易記 你越不背他就越難 就跟你越生疏 是不是 那我們的腦子裡面不背金 都裝一些垃圾啊 有沒有八卦記得很清楚 是不是 那我們裝八卦呢 我們不會成佛啊 可是裝經典呢 說不定有一天就成佛了怎麼辦 所以這個背金團其實還蠻好的 不要把它當壓力 所以這個也要發願 加入背金團要當怨眾生 受持經典 深入經障 智慧如海 好 來我們來回向 願我無敵意無危險 願我無精神的痛苦 願我無身體的痛苦 願我保持快樂 願我的父母親 我的導師 親戚和朋友 我的同修 無敵意 無危險 無精神的痛苦 無身體的痛苦 願他們保持快樂 願在這寺院的所有修缠者 無敵意 無危險 無精神的痛苦 無身體的痛苦 願他們保持快樂 願在這寺院的 比丘 願他們保持快樂 願一切眾生 一切活著的眾生 一切有形體的眾生 一切有名相的眾生 一切有身軀的眾生 所有聖者 所有非聖者 所有天神 所有人類 所有苦道中的眾生 無敵意 無危險 無精神的痛苦 無身體的痛苦 願他們保持快樂 願一切眾生脫離痛苦 願他們不失去 所獲取的一切 願他們依據個人所造的因果而受身 上至最高的天眾 下至苦道中的眾生 在三界的眾生 所有在陸地生存的眾生 願他們無精神的痛苦 無敵意 願他們無身體的痛苦 無危險 上至最高的天眾 下至苦道中的眾生 在三界的眾生 在水中生存的眾生 願他們無精神的痛苦 無敵意 願他們無身體的痛苦 無危險 上至最高的天眾 下至苦道中的眾生 在三界的眾生 所有在空中生存的眾生 願他們無精神的痛苦 無敵意 願他們無身體的痛苦 無危險 回向功德 願此功德 眾善根 累世冤親同善恩 由思解脫諸苦惱 共振菩提度有情 至成禮佛三問訓 再問訓 三問訓 無敵